从惨绿少年到完世青年 从论战英雄到高强中球 从夏澳江湖到参加竞选 结果开票的时候 忽然李敖名字底下一票 所以人就说李敖自个儿投资你一票 说李敖不要脸 就你投资你一票 我这卧火心里就卧火 怎么找这个小子也找不着 李敖作客努力有约 李敖台湾历史学家 作家当代著名文化学者 台湾武党籍立委 他身平以嬉笑怒骂为己任 狂妄至极俯瞰世界纷纭 虽数字入狱但屡败屡战越战越勇 他的杂文刀刀剑雪 剑雪封猴 令挨骂者文骂丧胆 对台湾当政者毫无情连 他制造了这么多争议 我问你 你今天不请他下台 你是拆陈水扁的台 在过去五十年的台湾民主进城史上 李敖始终是一位重量级的巨星人物 我爱台湾如果有人问我 五十五年来你最大的感想是什么 我最大的感想是觉得台湾 G.U.T.S.太少 N.U.T.S.太多 就是大死有种的人太少 可是NAS滚蛋太多 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就是大师李敖 刚才我在后台第一次见到大师 心情还挺紧张的 大师特别可爱说 就一个要求说 你能让我上厕所吗 我说您说 您随时说上厕所我们就停 他说不 只要让我先上完我就不用停了 大师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也准备好 掌声有请大师李敖 大师李敖 那个您先站着让G.U.T.S.拍照 G.U.T.S.要 一起一起 一起 战大师的光 谢谢大师 对不起刚才您站大差点半了一下是吧 还好 安全工作没有做好 没有 是我这个右腿反对我来北京 所以他跟我导弹 那个您发现了吗 在大陆您的那个粉丝特别多 是 大师您能不这么做吗 做的我特紧张 大师这样 是我也紧张 因为搞不清楚 因为你们这个现场 不好 不是什么不好呢 您说 我们做野讲的时候 风水不好吗 对他 不是风水 我不相信风水 那是什么不好 我对他这种半原型的群众 那您的意思怎么着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讲话的时候 礼貌上要照顾到每一位 所以我这脖子要从这 跟您解释一下 要转回来 要转回来 我觉得我自己像个电风扇 我先替我们解释一下 通常这边没有观众 这边就是工作人员 但是因为您来了 我们那个观众坐不下 所以只能安排在这 但也好 这样就比较那个规整 这样您从左转到右 是正好的 否则一边落整不太好 是是是 我相信你们恨我 不晓得恨到这样 谁说的 我们爱您还来不及呢 真是的 有一点特好奇 您在那个坐飞机来的时候 在飞机上 真的像您以前说的那样 就因为害怕吗 然后就盯着一个 最漂亮的空姐 使劲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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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害怕了 看空姐 不要那么使劲 看的时候不要使劲 我后来就排除了这个困难 其实我是编成一个借口 就故意说 我怕坐飞机 其实我在来这儿以前 我坐过一次飞机 从台南到台北 坐了一个小飞机 只有六个坐了 只有六个坐了 就走起来摇着摇晃着 所以我那么勇敢的 坐过那么烂的飞机 这次坐的飞机 我当然不怕 不过后来我还是想个招 就是 躲定一个漂亮的空中小姐 然后心里打定主意 万一飞机出事 三长两短 我就把它抱住 同归于尽 跟美女同归于尽 行政部部长 我今天一定 我们一定会度过 特别愉快的一段时间 大师56年来 第一次回来 你能说回来吗 我觉得就是回来 我根本没走 没走 56年来 再一次来到北京 当然也没走过 再回来以后 发现大师其实变了 样子变了 跟56年以前 北京变化也很大 1935年4月25日 李敖出生在哈尔滨 两岁时 随父母到北京定居 从李敖祭世开始 家便住在北京东城 内务部街 甲44号 1942年 七岁的李敖进入了 离家不远的新鲜胡同小学 就读 毕业后 他以总分第一的成绩 考入了北京寺中 在这座底蕴及其身后的 文化古城里 李敖留下了人生中重要的 童年记忆和成长回忆 而据李敖二姐的回忆 弟弟李敖买鞋时 总是要选最八股的样式 夏天时也总是坚持要穿长裤 打绑腿 现在看来 童年时的李敖 竟像一个有些古典的小肤子 这大概是四五岁的时候 大概四五岁 穿的是什么 那个长袍马褂吗 不是 穿的叫毛衣 里边是个衬衫 外边一件毛衣 在这个照片里 你们就可以看到 我有那种很横的那一段 就出来了 对 为什么 您跟那个拍照的人 有不高兴的地儿吗 有愁 没愁 可是有点奋事积俗 您才四岁 您奋个什么事 积个什么俗呢 奋事四岁的事 奋积四岁的俗 还记得那时候 小打的瓜里想的是什么吗 不记得了 我现在还脑筋的 还想那个空中小姐 还没讲完 在飞机上 我就找找找 果然找了个 很标志的空中小姐 我心里要打电主意 就是一会儿 万一三长两短 就跟她同归于尽 我的好朋友陈文倩 听到我这计划以后 就问我 说那时候飞机出事了 你去抱她还来得及吗 我说抱她还来得及 还有一段时间 抱她还来得及 可是脱衣服来不及了 我就觉得 你就说三岁看老 但我觉得也不一定 如果说三岁看老的话 那就说 刚才那张照片的时候 那四岁脑袋官里面 应该想 这个照相姐姐真漂亮 但当时 听说您小时候 不是这个样子的 不是那时候 照相是男的 但是旁边 可能会站着一个解决 但是我听说 大师小时候不是这样 小时候是跟 那个男女受受不亲的 那观点特别特别严重 是 严重到什么程度 你们别忘了 我已经七十岁了 我是今年四月 满七十岁的 现在看我 就是七十开外了 所以你知道 我想那个时候的事情 有的时候真的想不起来 真的想不起来了 但是看到照片也会想 那个时候小孩 我的样子就是 训练的表情 你看有一张 我穿的西装的 上面穿西装 下面穿的西装的 短裤的西装 你可以看到 在那个时候家里面 有几个钱 所以我告诉你 我从小 若不一吹牛 就有一种心怀 悲天悯人 我住在北京 甲 雷雾部街 甲四十四号 那时候北京 穷人 他打小鼓了 你们打小鼓了 就是那个 背个两个篮子 就打 卖买收买旧货的 就这个 头个书有光增亮 这很有钱的 这还就是 我在北京这 有钱的人在这样穿 这不太分世纪俗 这个没有 这个因为 就被钱烧的 烧的就不太分了 打小鼓的 就是有农家 农人出来 一边挑个 篮子 前边是农产品 菜 后边是什么 后边是自己的儿子 小儿子 连儿子带菜 今天一起卖掉 所以我们中国 是经过这么穷苦的日子 才有今天 今天有的人也穷 可是比起以前那种穷法 究竟还是有程度的不同 感谢中国共产党 我们刚才看到两张照片 一张是悲天悯人 一张愤世纪俗 那小孩的时候 小孩时候大师 总得是个小孩的样 比如您调皮 导弹 总得有这种时候 不能从小 就是大师的样子 那太可怕了 我小时候不太调皮导弹 家里面姐姐多的小孩 好像都是这样被宠的 不会特别调皮 但是可能蔫坏 您知道什么叫蔫坏吗 我当然知道 我叫蔫坏 这我是很蔫坏 可是我那姐姐 也比我还蔫坏 您怎么蔫坏 告状嘛 当然就是 他们干什么事 在爸告密嘛 主要是告密嘛 在爸爸妈妈背后 骂大姐 二姐 三姐 四姐 大妹妹 小妹妹 他们我们家一窝 一窝母的 所以就这样 说蔫坏啊 他自个儿可能 大师老会说 小时候事谁想得起来啊 我们帮您采访了 几个您小学同学 那好好 您不一定 还能认出他们的样子吗 待会您猜的是谁啊 是是是 讲了一些 大师小时候的故事 新鲜胡同小学的校友 您还记得他那会儿 什么样吗 在您班上的时候 他也未必记得 他那时候 他现在编的 他也不一天记得 那您在四中的时候 那曾经哈喽的怎么样 没哈喽完全颠了 大好歹也哈喽一年 没有 两个月 两个月 两个月就颠了 为于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内南小街的新鲜胡同小学 是北京最早的小学之一 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 这座悠然典雅的四合院式的小学校 承载了李敖六年的童年时光 在这里有李敖与小伙伴们最纯正的记忆 为了一件小事 两人就争论起来了 他为了一件小事 他要跟你争论的话 他非要把你说得哑口无言为止 让你服输 所以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跟他争论 我有点怕他了 他嘴确实厉害 而且得理不让人 那会儿都学日文呢 早晨见面都得见了老师 之前我还要过来一把 现在是老师 那个日本老师 之前我还要过来一把 咱不嫁他 家里也是跟日本有 那会儿很 仇恨心里都是 讲的 咱们说啊 大家伙一话谁不认 孙子我一含嚼你妈就得死 结果后来我们都罚怪了 这件事他们要不说 您还记得吗 有的忘记了 可是他们这两位老人的样子 我还记得 刚才说那个比如说 孙子我一含嚼你妈就得死 这您记住吗 第一个讲话叫张继和 他是中央交响乐团的首席双环馆 了不起的音乐家 我还记得 第二同学潘燕生 您给他起个外号 您还记得吗 他们叫我老太太 您给他起的外号呢 这我不太记得了 有吗 有啊 他不姓潘吗 潘燕生 好吧 潘进哪儿 对对对 就因为人长得白 看你像潘进哪儿这样 我看不出来 潘进炼是这样吗 当时怎么想 就因为人长得白 是长得特别秀气啊 那男孩 那时候小孩都长得秀气 嗯 现在都老掉了 我们都是七十岁 都老掉了 您为什么叫老太太啊 看起来真人不露相 我们说这个人一看是坏人 那个人是好人 这是我们可以想念 像我们这种高人的 你看不出来了 真人不露相 那跟老太太有什么关系啊 看起来很慈祥 很慈祥 老太太 没听说我对一个七岁男孩 说你真慈祥 是 我是七岁就看出慈祥来了 哈哈哈哈 但同学说您当时 口才就已经显露出来了 是吗 有点口才 参加什么这个讲演比赛啦 跟老师捣乱啦 都有我一份 是跟谁都会辩论 什么事都要辩论 不辩赢 绝对不善罢干修那种 是 我很会辩论 我这辩论是在家里 跟我大姐 二姐 三姐 四姐 大妹妹 小妹妹学的 六个女孩子整天跟你吵架 你当然会辩论啊 哈哈 我明白 女孩矫情 你得比他们还矫情 矫情你还 当然会 当然 你怎么会老考我北京话呢 我怕您时间长了忘了 我这北京话比你们全好 为什么比你们全好 我们当时是小北京啊 就是他们所说的 大圈圈里面的小圈圈 小圈圈里面的黄圈圈 黄圈圈就是 现在这个黄城 嗯 现在 小圈圈 大圈圈都是拆了 啊 当时我们讲到这里边的话 现在北京变大了 嗯 三颗圈 啊 北京 河北三颗圈 都这些话都混进来了 我们那时候分的很轻 三颗圈的话 这老妈子讲的话 我们不能讲 河间圈 这是 这是宦官讲的话 我们不能讲 所以我们要求的很严格 现在你们讲的话 太平民化了 我们是贵族 你能把 嗯 我斗胆问一下 我们算哪个圈的 我们现在说的话 我不晓得 不过现在 不管 你们现在不分圈了 你们现在分环了 是吧 对对对 三环四环五环什么的 挺清楚的 大师这次来北京啊 就是来之前说 想见几个老师什么的 卢老师是一个 卢荣昆 昆老师 昨天他已经见 第二天到北京以后 见了 我们当时开了一段 再看一下卢老师 一九四二年时 二十三岁的 卢荣昆老师 在新鲜胡同小学 当上了 李敖的班主人 卢老师年轻 而又充满活力的面孔 深深地刻在了 李敖幼小的记忆里 二零零五年 九月八日 我们来到了 位于北京安华里 小区的卢老师家 如今 卢老师八十六岁高龄 尽管在言语上 已经无法表达 但他依然珍藏着十三年前 李敖从台湾 托人 带给他的钱甲 记着吗 李敖记着了吗 他知道这钱包的李敖 就给他带 知道谁也不给 孩子们都跟他要 都要了这个钱包 谁也不给 2005年九月二十日 在李敖来到北京的第二天 便驱车前往卢老师家 他不奔斥 我明白您为什么戴眼镜 我明白您为什么戴眼镜 而且戴一个有颜色的镜片的眼镜 让情绪有些起伏的时候 就不大容易看得清楚 你说对了 还有一个原因 光太强的时候 我眼睛容易眨 眨的速度比较多 不太好看 当时老师教您什么 卢老师教您什么 集认老师 什么叫集认 集认老师就是 管全班 可是他教好几科 他主要教国文 国文管我们品行 打操行分数 改周级本 厉害吗 老师 老师厉不厉害 卢老师很好 亲切也非常好 还有那个老师您特想见 黄卫瀚我们体育老师在 见了吗这次 还没见到他听说联络上了 听说联络上了 其他都老师好像不太联络了 您现在想见黄老师吗 我也要见黄老师 那我们现在就有请黄老师 黄维翰老师 81岁高龄 谢谢 哎呀 还敢认呢 还敢认呢 身体这么好 身体这么好 这是教体育的 感激吗 80了 等一下把红包补给你 没劲呢 没劲呢 黄老师您坐 黄老师坐 他可以活到120 150 你有的活到 心体这么好 我也没想到 他刚才抱我的时候 还捏了我一把 他去拍你 拍你拍得当当响 不敢认识我了吧 不认识了吧 我看了你跟卢老师那照片 怎么你这返老还童 越来越年轻呢 奇怪 听说你吃货边炒是吧 我们同学 你去吃母是吧 本来是我们同学 谁啊 你的太太 就要去吃货边炒 我的妻子 妻子爱人 是你们同届毕业生 同届的 48年 48年 对 您还记得他那会什么样吗 在您班上的时候 他也未必记得 他那时候 他现在编的 他也不一定记得 据说那时候 他需要老穿着 好像有点印象 就最尿坏的那个 这孩子好像挺咯的 对对对 怎么样 挺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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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听不懂 挺咯就特逗 很逗的 特别逗 刚才您体育好不好 您体育好不好 体育不好 我不喜欢运动 我觉得运动是浪费生命 当着体育老师的面 您敢说运动是浪费生命 他现在 真的 我觉得 有的人为了健康 花了太多的时间 是错误的 我们还流行看 美国人早已 几乎遗忘的一个作家 叫杰克伦敦 杰克伦敦讲了一句话 说一个人为了承受 而花太多的时间 是不对的 但您看到黄老师 您不觉得锻炼是有好处的吗 我看到他以后 我才知道 杰克伦敦的话 说错了 这是关于新鲜胡同小学的 一段记忆 您还没时间去四中看的吧 四中还没去 我跟四中感情没有那么深 只待了两个月就 有些话别随便说 您不知道现场会有谁 就颠了 就颠了 我在新鲜胡同小学 待了六年 六年 对 这个感情肯定是这样的 但您这样四中在北京 特别特别牛的学校 当年四中是一排 一排小平房 但是我记得我们上中学的时候 四中已经不是这样 已经是挺高的一个楼 然后那个校园挺漂亮的 这两年变化特别大 连我都不知道什么样 别说大师了 大师您看一眼四中的样子 谢谢 这扇大门也许是北京四中 唯一能够勾起李敖一些回忆的一处景物了 如今的四中已然今非昔比 变化翻天覆地 教学楼宽敞明亮 教学设施完备 处处洋溢的是 现代化的教学气息 并且已经成为中国内地最好的中学之一 而在整整五十六年前 李敖曾经以总分第一的成绩 考进了北京四中 完全不一样了 完全完全不一样 比以前扩着 我告诉你 在您的嘴里扩肯定不是个好词 您这不是夸人我觉得 现在是夸 我告诉你 我念北京的时候 私生的时候 每个学生自己戴桌衣板凳 这里面还有我的桌衣板凳 如果还在的话 自个儿戴 当时您是总分第一 你们整个年级总分第一 我爸爸就替我看榜的时候 他从后边看起 没有信心 我最后觉得没考取 这小子没考取 后来原来在第一名 那进了四中以后成绩还那么好吗 其实我学校成绩不好 所以严格说 在学校的功课 我能够哈拉哈拉 哈拉哈拉你不需要的 这是黑社会的话 就是就敷衍它就算了 那您在四中的时候 那成绩哈拉得怎么样 没哈拉完就颠了 那好歹也哈拉一年 没有 两个月就颠了 所以我说我跟四中的感情比较淡 是这个原因 没有不礼貌 是有点淡 您可能在四中时间不长 印象不是特别深 但是四中绝对以您为傲 今天四中校长在这 刘昌明校长在这 有紧张吧 所以我说您不能随便讲话 您知道在这藏了卧虎 藏着谁呢 我没想到你埋着这么多暗杠来 主要他们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 我们先掌声有请四中校长 刘昌明先生 刘老师 年轻的校长吧 谢谢 你好 李先生 您欢迎 您好 谢谢 校长带着什么礼物 李先生猜猜 您猜猜什么礼物 您看样子 我那个学历资料 学历资料 是不是我的学历资料 只有这个学历卡在四中 试验互动都没有了 真的 猜得对吗 您对不对 果然是 您当年的照片还非常清晰 我们先看 太感谢 太感谢 我们先看 是是是 您能让大家也看看吗 大家 我们一起给大家 显辈显辈 显辈显辈 真着笑 李敖 现年十四岁 现居北平 三四年 北平什么胡同 麻壮人胡同 八号 找到了 找到了 明天就找王岐山 北京市长要房子 这是我们老贼 老贼 还有什么 兄弟姊妹 八人 是是 我有四个姐姐 两个妹妹 一个弟弟 您刚才提到 您的成绩 在这后面 有一张您的成绩单 不过我们替您保密 常学 您大概说一下 我跟你讲 不能说 第一名考进去 其实成绩并不好 跟这个不晓得 跟四中相助了 不知道怎么好的 搞得不好 尽亏只上俩月 就颠了 谢谢校长 谢谢 校长谢谢 你们其他做 谢谢 谢谢您 谢谢您 张大师讲 他在四中 就待了两个月 是吧 印象当中 可能就两个月 差不多 因为我们了解 后来看大师 一些书大概是 又过了一年 就到上海去了 然后49年 一起坐船去台湾 当时听说 他带的那个行李里面 可能有衣服以外 带了一个箱子吧 应该是 里面是庄大师的自己的 五百多本藏书 当时别人说 爸爸被您给气死了 我能气死我爸爸 以前先气死别人爸爸嘛 对不对 是啊 你们上当了 我本人就这样的 微趣的 不好吃 不好喝 经过很简单 不好吃不好喝 您好别的呀 你说的也好 1949年5月11日早上 李敖隋家人登上了 一艘名为 中青轮的难民船 离开上海 就这样 14岁 他躺在船家板上的 行李堆上 飘洋过海 来到台湾 来台不久 父亲便在朋友的 帮忙下 磨得了台中一中的 中文教员一职 而李敖自己 也顺理的考入了台中一中 但应对中学教育不满 念至高三 便主动退学回家 一年以后 李敖以同等学历 参加大专联考 却因填报志愿不当 误入台大法律专修课 于是再次退学 此年 李敖终于如愿 考入台大文学院历史系 这一年 李敖二十岁 但就在他生日的第二天 父亲因脑溢血病逝 因为父亲在台中医中 教了近六年的书 又是中文科主任 古然逃你无算 因此功绩的时候 场面很大 而在这场两千人的盛大葬礼上 李敖却一名惊人 一般男孩都会长得更像妈妈 女孩可能更像爸爸 您是不是长得更像妈妈 还是 我好像也孩子 又不像爸 又不像爸 又不像 什么话到您嘴里 那性格呢 性格像爸爸吗 我爸爸口才很好 这有遗传 有点遗传 刚才说您爸爸走的时候 您怎么有惊人之举 反对丧礼啊 不磕头 不穿笑 不烧纸 不念经 这个反对 旧式的丧礼 广大人民支持的 您就反对 横眉冷队千夫指 那说 那好玩了 那吹牛的 真的横眉冷队 真的是千夫在指你的时候 现场的 活生生的 那个就不好玩了 当时别人说 爸爸被您给气死了 我能气死我爸爸 以前先气死别人爸爸吗 对不对 没这事 不可能是这样 但我觉得您父亲挺了不起 他那种思想就挺开通的 您不想过春节 那就不过春节 北大毕业的 他就是北大毕业的 北大毕业 他功课并不怎么好 可是北大那些自由的那种思想 他学到了 可是您为什么 比如说别的地方坚持也罢了 春节挺好的 为什么不愿意过呢 一风一俗吗 不是我们说一风一俗 不是指那个不好的风 不好的书 那我当时眼里就是不好的风 不好的书 我那时候满脑的就是共产党思想 我们看的都是左派 左派看我 没有人说不许过春节 共产党不太多过春节 谁说的 我说的 然后当时你们家就做两份饭 别人吃年夜饭 您吃什么 我吃蛋炒饭 就简单的嘛 吃的更坏 比平常吃的还坏 给我的压醉钱 就退回 连钱都不要 我以为你把钱收的时候 我不过春节 那是北京大学 那不是我 还给他 所以我爸爸觉得 就得我这个别扭 但您说心里话 看着别人吃年夜饭 您只是蛋炒饭 心里不觉得羡慕吗 就留哈喇子 但就扛着 哈喇子懂吗 我懂 咱俩别互相问 咱们都懂了 就自个儿就生扛着 我说了不是就不是 就不是 在复兴葬礼上那个举动啊 就是出路争容 我们说后来上了台大历史系以后 特别有名 据说是在校园里面 永远穿着一席 长袍 特别特别的酷 特别另类 195年 20岁的李敖 如愿以偿的进入台大历史系 但很快就大失所望 因为看不起老师 不喜欢上课 甚至连考试也懒得应付 因此大学第一学期的考试 八门功课 李敖就有三门都没有及格 甚至连中门也差点亮起红灯 与此同时 在台大期间 李敖仔细研读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胡适先生的著作 并在思想上受到胡适很深的影响 变得更加适才傲物 于是在台大校园里 经常能看到一个在草地上 任清风翻书的长袍怪 真的永远都穿长袍吗 真的永远穿 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也穿长袍啊 穿上眼来了就穿 那台湾很热 我到过台湾夏天 您就这么扛着 就这样 扛着 你这字用得正好 就扛着 那同学怎么看您 他们当时穿什么 他们看着 他们不顺眼 后来就习惯了 不穿不行 后来学自己也未必想穿 但别人得你有期待 那时候是想穿西装 你们没看到过穿西装 挺帅的 蛮帅的 可是没钱 没钱买西装 在学校里面是这样 因为大家都上过学 学校里面一般 哪个男生特别怪的话 大家要不然就愿意 都围着他 要不然都不理他 您也属于大家都围着您 还都不理您 他们是先围着我 后来不理我了 为什么 怕我 怎么怕你 还是跟他们争辩辩论 你忘了我 你忘了我这个 到大学了怎么要坏 大家都大了 他还笑着我 中间的坏棒 得了吧 刚才说了 不愿意上学 考试成绩也一般 可在台大不一样了 那是大学了 自由发挥了 念书 要看你本领了 看真本领了 但真的像刚才说的那样 在台大的 比如说操场上 清风吹过 也不翻书 就是书把 那个风把书翻到哪一页 就看哪一页 那是我写的文章 对啊 真的生活不是这样 写的文章 诗情画意 真的生活 一点没意思 你不带这样的 我们看您的书 都当真事在看 是啊 你们上当了 我本人就这样的 没趣的 不好吃不好喝 生活很简单 不好吃不好喝 您好别的呀 你说得也好 酒色台起 不能全来 对对对对 当时能算得上 不能说保揽 寻书 但是已经比一般的学生 可能看了很多很多书 当时就是保揽群书 保揽群书 受胡适影响最深 那个时候 是其中之一 胡适影响我的 其中之一 那胡适先生 是让哪点 让您觉得 他究竟还是 五四时代的人物 五四时代的这种 大儒 所以他还有 那个基本的架构 好不说 整个的台湾 没有人敢对 没有人敢反对 蒋介石说总统别 别做了 连任到期了 就别再做了 胡适敢讲 那记得见那个 胡适先生第一面 什么样吗 我还记得他 他自己当时 刚魏惠羊开刀 喝了一杯 那个橘子汁 再喝 就跟我聊 大部分是他说话 他叫你叫什么呢 李先生 这么尊敬 当时你也就二十出头吧 应该 二十出头 我在台湾大学 李敖大师对胡适先生 的看法 其实有反复 我们老看 李敖先生做 李敖有话说 他一做节目 都引进据点 我们也引进据点 看他怎么反复 都是引的 经典都是您的 出自是您的那个手笔 一九八年六月八日 李敖赴南港见胡适 在这天他写的杂记一则 再访胡适中说 我到礼堂找胡先生 推门进去 我说 我拿来点纸 请您替我写些字 胡先生门口答应 我走出后 他又道 再见 此君真是礼貌周到 亲切可人 然而就在此后的第七天 李敖在日记中 对胡适有声非议 国时无人 如胡适之老 是卖老货 英海光也老是那一套 既可受欢迎 但他们又何其狭窄 到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李敖大师又在文中说 羡慕胡适之守秦 但紧接着 同年的十二月二十日 他却又说 胡适的拔尖心 与首席心太重 到了一九五九年 一月二日 他更借他人之口 说胡适已不能 领导李敖了 又说胡适等 安足以为物施载 一直有反复 是 这只是到五九年 那现在呢 现在也不反复了 已经有定论了 定论了 定论是什么 我这次捐了 三十五万人民币 在北京大学 给胡先生立个铜像 就是因为当年我穷的时候 他送了我一千块钱 现在三十五万人民币 和新台币一百五十万 换句话说呢 我用了一千五百倍 来还这个情 还这个一千块钱的情 并且希望有同项 立在北京大学 指导员说 前线呢 前线需要那种 忠贞的人士 理由 思想由一 态度不坚定 到时候振前起义 边了怎么得到 什么时候特别绝望 夜里一个人睡觉的时候 想当时那个 女朋友的时候 哪个女朋友的时候 当时那个 据我了解 是叫小雷 是啊 边了 好了 1959年 24岁的李敖 大学毕业 应征入伍 从同年的9月7日起 李敖开始受 第八期预备军官训练 训练条件极其艰苦 这使得刚刚走出校园的李敖 在身心上颇受折磨 然而当时李敖 却显得斗志十足 深言 大丈夫要能软能硬 软中弹硬 软硬皆失 能屈能深 粗中有戏 放能在军中混 与此同时 在半年受训期间 国民党千方百计 拉同学入党 李敖也名列其中 然而此时的李敖 却愿为拒绝加入国民党 付出一切代价 当时加入国民党 会有什么好处吗 国民党就像身份证一样 你有他也有 寻子讲一句话 叫做有之不必然 无之必不然 有了没什么 没有就不行 有了方便 别人也有 可是你没有 就非常不方便 那您为什么不想入呢 我是英语好汉啊 毕竟我也看不起国民党 别人不晓得国民党那些 丢人现眼的事情 我跟他们一起跑来的 我见过 共产党打过来 国民党不抵抗 他不说撤退啊 他说转进 什么叫转进呢 向后转再前进 就这样 不要脸嘛 死不要脸 到了台湾 忽然神奇起来了 救国救民了 所以我心里面就逆为他们 那您如果不入的话 在军队里面会不会 不方便啊 怎么不方便啊 那连长 连长副连长 都是国民党 我是排长 下班 我们的组长班长 都是国民党 你夹三夹在中间 非常不方便 所以有时候他们说 李排长 你用人去吃碗面好了 干嘛 他们要开小组会议 所以收进了这个窝囊器 会给您穿小鞋吗 什么都会 什么都会 所以我本领很大 就是我你看我这种 有时候会装疯卖傻 有的时候是重话轻说 都是这样 就这样学来的 因为您当时就现在 不是怕冷吗 就在军队里面留下的毛病啊 就是 那军 我就怕冷 在军队里面打野外 睡在一个坟上 向上下着雨 忽然就跳起来了 那天 那时候我喝点酒 就喝点酒 安定下来 后来每年都犯这个病 怕冷 坐牢以后呢 更严重 去地板 所以在地板上面 夜里 蜈蚣 耗子 蟑螂 白蚁 都来 往身上爬 所以 遭罪 遭了很严重 当时在部队里面 是诛杀在什么地方啊 台湾什么地方 都去过 你要问我 我告诉你 我从台中 走到最南边 台湾的一半 被我走来走去 都走过 但金门没住过 金门不让我去啊 为什么 因为当时说 加入国民党 就不去金门 金门头一年 刚发生了 八二三炮战 共产党炮打过来 大家都怕死 就拼命加入国民党 我不加入 那时候指导员的问我 说你不怕死吗 我说我怕死 那为什么不加入 国民党 我说我更怕加入 国民党 结果准备送金门 结果我没送 那也临时 加入国民党的 送金门 他们就问指导员 说李敖为什么不去 指导员说 前线呢 前线需要那种 忠贞的人士啊 李敖 思想犹豫 态度不坚定 到时候振前起义 边了怎么得了 别人去了 别人气得 国民党党政都死掉了 我就留在台湾 可是也招罪 台湾的各种训练 就要我参加 一年半 大师在部队里面 待了一年半 待了一年半 一年半 他觉得 现在看来可能是 挺重要的那一年半吧 因为从部队回到台北之后啊 真正是做一条蛟龙了 要开始掀起很大的风浪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是火手 谁敢当前 1961年10月 李敖的出现 让原本普普通通的文心杂志 大为改观 自从李敖在文心杂志发表 脑连人和棒子一门后 声明便不进而走 他以辛纳的文笔提出全盘西化 掀起轰动一时的文化论战 这对当时的国民党统治极其不利 1965年12月 蒋介石亲自下令 文心被封 文心杂志沉下去之后 李敖这颗文心也沉了下去 到了1970年 新陈的情况更加恶化 李敖开始被国民党当局软禁 直到14个月后被捕入狱为止 那一年李敖35岁 那是这样照片什么时候照的 还有一个刚印 是一个正经的照片吗 这个就是坐牢 坐牢的时候就穿这种衣服 坐牢没有照片 可是把你放出来的时候 要用一个文件 开示文件去换身份证 所以要一个文件 文件呢要有一个照片 所以他们就给我照上照片 他们有刚印 那这是在牢里面照的照片 牢里面照的 所以这照片就保留 无形中就是保留了这么一张照片 这是在牢里的照片 就是这德行 我看了一些书啊 说在牢里面您受刑 最晚我还自个儿试了一下 您不是说把三根笔插在手里面吗 圆珠笔 对我找了三根笔我特认知恩特老师 他以后自己捏了一下真的很疼 十指连心 那最疼的 他们把那个三个圆珠笔啊 插在我这 然后抓住我的右手 放在我的左手上面 从外边捏我的右手 一捏呢当然左手就疼了 他们还开玩笑 李先生你别怪我嘛 你要怪你自己 我说我也不怪我自己 他们说你怪谁 我说我怪圆珠笔 怪这个圆珠笔 使我疼的是圆珠笔 所以我不怪 能看书吗在里边 第一个礼拜不能看书 后来我的要求看书 没书看太难过了 他说你太坏了 什么书都不能看 我说可不可以看三明主义 孙中山写三明主义 他们相信的玩儿 三明主义可以看 我说可不可以看 孙中山的拳击 他们叫国父拳击 他说这个可以看 我说可不可以看 总统拳击 就是蒋介石的拳击 他说这个 当然可以看 送给你看 他们自己都没有看过 蒋介石自己都没有看过 自己拳击 很多文章别人替他写的 所有他们 你们也没看过 你们吃过臭口屎吗 当然没吃过 我吃过 整天看 变成专家了 坐牢坐五年零八个月 八个月 五年零八个月 你没有特别绝望的时候吗 有过 什么时候特别绝望 夜里一个人睡觉的时候 想当时那个女朋友的时候 哪个女朋友的时候 当时那个 据我了解是叫小雷 是啊 这样的 跑了 我坐了两次牢 跑了两个女朋友 所以这坐牢可恶在这 但是您说小雷跟别人不一样 是不一样 别的是情随情迁 这个是情随事迁 还是情随境迁 因为过去都是难坏女爱 翻脸了 大家拆伙了 我那个不是 因为就外面的一个原因 政治原因 外界给他施加压力是不是 是 就是非常分开的 觉得生分 觉得比较难过 他就给你写的封信 说只能分开了 他不是分开了 他后来我才知道 后来几年以后 我都不能看报 最后一年 可以看报纸 我就把所有的报纸都买来 核定本买来 一翻一翻看 他眼睛都呆掉了 怎么了 看到我的这个女朋友 跟我一个朋友结婚 我才知道 我这朋友其实在不够朋友 早不结婚晚不结婚 我坐牢的时候 他结婚 还跟我女朋友结婚 所以我坐牢以后 对人生看法就不一样了 我现在对人生看法 就是我把人间的关系 看得很悲观 我本身嘻嘻哈哈 可是人是经不住考验的 你不要考验他 一考验他就露像了 大师坐牢五年 一开始是判刑 判了十年有期徒刑 后来坐了五年零八个月 进去可能是七 我记得不知道对不对 七一年三月九号 然后三十五岁 然后出来的时候 出来时候应该是 七六年的十一月九号 还是九号大师 一共五年零八个月 当时是叫五宝释放 为什么五宝释放 就是没有人给他担保 他也不希望别人担保 这样不用连累别人 出狱以后又过去 所谓真正的是 没有青春只有痘的生活 十八岁生日的时候 我送他十七朵玫瑰花 然后卡片上说 另外一朵就是你 哎呀 我们这样玩了 小女儿在四岁的时候 就是共产党 找到我面前 眼泪汪汪的 他说妈妈骂我 我不喜欢妈妈 爸爸我喜欢你 你抱我 这就是共产党 为什么呢 妈妈骂我叙述情况 我不喜欢妈妈 划清界限 爸爸我喜欢你 展开统战 你抱我提出要求 如果我自己会 如果是我自己干这样的事 我会乐的 你当时就没有笑吗 笑场子 是 本来想笑 后来憋住了 本来我跟大家 有研究是说 不要弄照片 那么镜子也很好 对不对 可万一别人头 帮你看一下 明天 李敖继续做客 鲁豫勇约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金曲电波 以及太太乐 美女私房菜 我本人是这样的 微趣的 不好吃不好喝 中国很简单 不好吃不好喝 您好别的呀 你说得也好 酒色才起不能全来 什么时候特别绝望 夜里一个人睡觉的时候 想当时那个女朋友的时候 哪个女朋友的时候 当时那个 据我了解是叫小雷 是呀 第二个跑了 我坐了两次牢 跑了两个女朋友 所以这坐牢可恶在这 李敖第一次啊 在狱中待了五年零八个月 出来以后呢 过了影迹的生活 是两年零七个月 这之后啊 刚刚出版文坛 所有的人还是眼前一亮 觉得哎呀 李敖一回来 又是骂声不绝于耳 半一个属于自己的杂志 一直都是李敖的梦想 却一直不遂人愿 直到十四年的霉运过后 这一想法才又被重新实施 终于在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八日 千秋评论杂志执照 发到了李敖的手中 然而一个月后 在国民党官方的一手操纵下 李敖因曾经的好友肖孟能 告起财产侵占罪被复判有罪 随后千秋评论杂志的执照 也因李敖判刑 而被国民党当局 合法的扼杀于台中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四日 四十六岁的李敖再度入狱 然而在当时 因为名气太大 李敖的待遇 却要远远好过第一次坐牢 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的 出狱 第二次坐牢出狱 为什么这么高兴 出来肯定高兴 出来不高兴 对 肯定是高兴 气色不一样 比上次气色要好 也不稳 他就老了也老了 我第一次出狱都四十多岁 四十一岁吗 现在这个就比较老了 但第二次监狱的环境 比第一次好很多 每一个牢都不一样 我在这里边是特权 你们都不晓得 坐牢不是一种 牢有一百种 有的是招罪的牢 有的是享福的牢 第一次牢是招罪的牢 招罪的牢 第二次呢 享福的牢 什么是享福的牢呢 因为我们 这种大号的政治饭 在里边吃得开 另外一种人 就是浑身吃的 青龙白虎 浑身的 大哥 会欺负您吗 这样的人 大哥怕我们 所以我们欺负大哥 大哥也欺负别人 就是这样 那其他台湾官方的人 也会去拜访您吧 因为您算特殊的 法务部长去拜访我 我不见 家子大得很难 都不见 不是他们见不见 反正您在里面 他们在外面看 您想不见 他们不敢进来 那个里面 牢里面 他们只敢走 我们叫的 一个条大路 旁边有很多 是非的妃子一样 很多小巷子 但我们都住在小巷子里面 他们所谓大官 视察监狱 都走这个大路 不敢走小巷子 那里面一走进就被骂 他们不敢进来 你看我这一次 我不是说 想看什么 我想看秦城监狱 为什么我能看秦城监狱 我那一行 知道什么地方要改善 什么地方是它的好处 我会看出来 一般人看不出来 他们当然去看您 就怕您出狱以后 写监狱里面 这个情况 那个情况受不了 我出来以后 四个小时就发表了 就发表了这个 天下没有白做的黑牢 引起来台北看守所的越狱 新竹监狱的暴动 都是我惹起来的 这是别人把这个罪过 放到您头上 还是您自个儿顶的 说这就是我引起的 这是当时 法务部监索司 副司长王继忠 公开发表的谈话 这不都是一些 李敖的原因 所以当时我的丈母娘 叫做胡一梦 我电影明星 她的妈妈讲了一句话 她说国民党太宽大了 怎么把李敖给放出来了 这是岳母讲的话 丈母娘 丈母娘一般看女婿 不都越看越欢喜吗 可是那坏的丈母娘 不是这样子的 女婿一点问题都没有 女婿没问题 问题在丈母娘 不可能一个巴掌拍不响 就不拍嘛 她一个是拍 她两个巴掌 你刚刚说 每蹲一次监狱 就跑一个女朋友 或者跑一个太太 第二次 不是跑一个太太 跑一个女朋友 跑一个女朋友 第二次跑的是谁 第二次跑的是谁 第二次跑的一个 叫做鲁青 这个小女孩 是别人太太 她刚结婚16天 就跟我上床 上床了16天 我就关起来了 所以她这白虎星 派的男朋友都不见了 难怪现在好多男生 都特别想当李敖 就是因为李敖 桃花运太旺了 其实不对的 怎么不对 被过分宣传了这一步 我数都数不过来 没有几个 我们对女人很难 那个时候很保守 女人比较保守 我们就没有钱 脸蛋长得不像马英九 你懂吧 所以 您别老说马英九 马英九长得好看点 您就老说 您长得也挺好看的 我觉得 但是你说 别人不这样讲 你的看法 邪门 您觉得您追女孩 不是那么容易 后来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容易 后来老了以后 就不一样了 我在50岁以前 看到女孩子 立刻下手 到了60岁以后 就天人交战 内心争假 到了70岁以后 掉头就走 不追了 给所有的男士上一课 在那时候 就这本书 是李敖大师今天拿来的 千秋冤于党 就千秋评论丛书 这是第一本吗 这是我在脑里 脑里吃的书 先写好六本 那次盼我六个月 先写好六本 每个月就出一本 就好像猪狗料 给人家锦囊一样 到处打开 所以出版商 这你得说一下 这太聪明了 我们说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我们就特别典型 你看写的是像 千秋评论丛书 说书书 其实是杂志 是 因为那个时候 他是说 你要申请东西 要办杂志执照 我那个执照 不是别人给的 就是新闻局局长 宋处于给的 执照可以的 可是以后呢 把你关起来 就出事了 不能够出杂志了 那么我就出书 变成什么书呢 叫做千秋评论通书 杂志是月刊 每月出一本 我这个书呢 也每月出一本 连出多久呢 连出了十年 决战局 他们新闻局立法的时候 国民党立法的时候 没有想到 这个人一个月写一本书 连写十年 就等于杂志一样了 对啊 所以他们无法封我 杂志是执照收回以后 你就永远不能出了 可是书呢 按月出一本 他管不着 所以书就变成杂志了 这就是我的本领 就是大家想不到 一个月写十万字 连写十年 当年 当年那个 陈水扁给您打工 是在哪一本杂志 给您打工啊 他不算打工 我们后来又办了 很多杂志 他不算打工 我是总监 他是我的这个社长 你们俩谁管谁呢 当然我管他 当年您对他说话 也是不太客气的吗 我是老大嘛 讲话都是哼哼哼的 就这样子 那当年您对他的看法怎么样啊 这小子嘛 没有什么出息 你看陈水扁小气巴拉 他太太给贪了 给他太太吞轮椅的 那个罗太太 爆炸 你老妈子嘛 你给钱的好了 他没有 就是小气嘛 就卡油嘛 他太太还炒股票 诸如此类 他们基本上是小人物 那如果是小人物的话 您还在台湾报纸上 登一大版广告就骂他 没办法我跟这人扯在一起啊 我恨国民党 恨得要死 恨国民党 可是我知道打国民党 就需要靠另外一个人打他 国民党是贵儿子 另外一个就王八蛋 所以我跟陈水扁他们合作的时候 我先写篇文章发表 澄清我的立场 标题是 我为什么支持王八蛋 后来公元2000年 所谓总统选举开票 我落选了 宋楚瑜落选了 连战落选了 宋楚瑜 那个许新良落选了 连 陈水扁也当选了 我当时就写了一段话 我说第一点 贵儿子被我打倒了 果然国民党垮了 第二 王八蛋很快就变成贵儿子 这就是我的无奈 没办法 政治上就这样 你就拉着左手打右手 然后拉着右手打左手 我玩电视玩了十年 游走各台 每家的最后搞得不欢而散 虽然骂人 但这村对谁 我要亲密什么人 我就照镜子 连战鼓掌是44 您鼓掌是314 台湾媒体评价师 您输给战哥酒 我讲话太快了 太快一个大雅就聚心会人听 都来不及部长 所以 从1982年到1992年 整整十年时间 李敖称这段时期 为其笔伐大业的时期 十年之间 李敖以每月不得安宁的写作方式 不断出书 从千秋评论从书 到万岁评论从书 再到李敖求是评论 本本皆是辛苦换来 李敖也因此名声大振 到了1992年 李敖终于决心告别这一 每月折腾的生涯 在李敖的回忆录中 曾经这样写道 这十年中我带头正人心 不公道 求真相 抱不平 以匹夫而为百事实 一言而为天下法的绅士 整天四面树敌 八面没封 随着1987年台湾解言 李敖被封口的状况 也有所松动 1995年 一贯看到李敖文章的人们 突然在电视上 看到了一个名为 李敖笑傲江湖的狼 至此李敖在台湾文化界 再度引起轰动 也正是这个节目 让李敖进入了 由幕后的笔伐 转向前台后中的新时期 李敖有话说 第一期 各位终于看到我了 我终于有一个机会 在这里抛头露面 使大家感觉到我 殷荣晚载 回想在55年 2004年3月 李敖有话说节目 在凤凰卫视正式开播 节目以李敖一手包办 打破电视制作模式 单刀直入 以证据骂人 以口舌开心 结合博学 勇气和口才 说真话皆真相 彪悍无拒 试创电视之旗 闯出一片言论心天地 我现在已经69岁了 换句话说 明年就70岁了 是我人生 我的身体 是走下坡的时候 可是是我精神 最好的时候 观众讲的就是 要看快看 以后你们可能看不到 至此 大师李敖身穿红色中式服装 戴着墨镜 坐在摄像机前 侃侃而谈的形象 风靡全球 所以他们就用了一个术语 叫做转进 不是撤退 叫做转进 什么是转进呢 就是向后转 再前进 叫做转进 既然很多内地的观众 看您就是看李敖有话说 天天都看看 特别过瘾 第一次上电视95年吗 李敖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 都不记得了 都不记得了 太多了 我玩电视玩了十年 游走各台 每一家到最后 搞得不欢而散 为什么 您别这么说 别跟我们也不欢而散 差不多了 您做节目怎么 肯定是 比如说哪个电视台说 这句话您要删掉 您肯定不高兴 在台湾是这样吗 没有这事 我跟他们一直在吵 吵到现在 所以我说我这个 坐不久了 凤凰电视 李敖有话说 我们情缘已尽 我跟北京的情缘已尽 跟台湾的情缘已尽 我要去海南岛了 海南岛 可是他们说您做节目 那些编辑特别怕 您知道吗 编辑特别怕 您因为您说的话 都是引经据典 他们好多词 可能帮小孩 连听都没听说过 打个字幕什么 所有人都特别特别紧张 这难免 学问太大了 总是比较害人这样 但每天要说那么多 您怎么准备 我就觉得 掺水 牛肉汤一样 有的是几块牛肉 然后是兑水 还得会掺的 不可能全都是净化了 那干嘛 那么点 拿那么点钱 全讲净化不行 有人看出您 您别这么说 有人看得出来 我们有同事的爸爸就说 你看这个李敖 他很会讲 哪个观众说他一句 写了一封批评信 他就说两天 再批评一次 再说两天 说你们谁也不要写批评信 这样他就没得说 是 这是在北京学的 怎么在北京 我小时候 就看 听了龙福寺 什么那个说书的 我跟他们学的 那说书的就是 说一段 一小段 然后帽子拿出来 收钱 一会一会 又抽烟 又喝茶 又抠脚指甲 折腾半天 又讲一段 就这样 哪有那么多精华 全给抖了出来 像你今天这什么鲁欲有约 我们不这样干的 那您大师 您看那么多书 随便说两段 就能够撑一几样 事实上 那都本人都是那样做的 毛病在出哪里呢 毛病在 这个时间 半小时 二十分钟 你在想的时候 要先把头给开起来 要飞机一样起飞 可这头一开起来 前面牌子打出来了 还有十分钟 你就赶紧就要降落 懂意思吧 这不好处理 所以我说 我这节目 是个阳尾的节目 是个早些的节目 要赶快就下来 因为您对我们现场有意见 说这个排列不太好 我们也有意见 因为做的人太少了 就只能做大概三百人左右 那今天听说您要来的 很多观众都想来 我们说实在是来不了 我们说如果有些什么问题 可以搜集一下 我来带他们问 但问题很多 我们就归纳成三类 时间原因 不能每个类您都回答 这样您自个选一类问题 您回答 三类问题 一个是叫 关于骂人 第一类 第二类叫心中女人 第三类是身为文人 您选一类 文人骂人女人 你替我选 我没意见 你们说我选哪个 有名的歌星 你可以点唱 每个歌都会唱 这样吧 我也不知道 你们说 他回答什么问题 问 好 大家都喜欢骂人的话 那就看看 有哪些关于骂人的问题 是观众问李敖先生的 李敖先生 您一生骂人无数 那么请问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您最尊敬谁呢 李敖先生 您为什么每次 只是抨击别人 而从不提出 解决问题的方法 两个问题 虽然骂人 但最钦佩谁 我要钦佩什么人 我就照镜子 他说我不提出 解决问题方法 我的书就是 解决问题方法 为什么我最近 对鲁迅先生不敬呢 因为大家可口声声说 鲁迅是文学家 可是我告诉你 他没有写过长篇小说 如果文学家没有长篇 说不过去的 可是我有三部长篇 为什么我们要骂 那个小不点什么 龙英台呢 就是只会 刷嘴皮子 骂人 批评 没有长篇 短篇也没有 所以我们说 我们不是骂人 而是把我们的货 也拿出来给你看 这是真的 这是好的 这是长的 我觉得有一些 就是文学批评 不用骂嘛 您觉得表他写的不好 也不算骂 那只是句式批评 可是你们以为 用简单的一个骂字 能够涵盖一切 那叫骂就骂吧 就这样 那您觉得昨天 北大讲演上 您骂了吗 那个不算骂 当然你说他骂也可以是骂 你说他不是骂 也不是骂 那个不重要 重要就是 你用什么方法 把它表达出来 这是我输了 您连战鼓掌 对 昨天我看新闻了 连战鼓掌是44 您鼓掌是31次 台湾媒体评价是 您输给战哥9次 是是是 但我看见北京人 两个胳膊的运动量 显然差一点 那您的性格 肯定在清华的给补回了 是啊 我现在讲 我讲话太快了 太快就大家就聚心会人听 就来不及鼓掌了 所以明天在清华 我要一鼓劲 一鼓劲一鼓劲讲 在适当时候停顿 等着他讲 哦 鼓掌了 是是 我要这样 学到那个 连战没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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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连战老婆这样 是吧 您的孩子也在吗 孩子也可以这样吗 就是我迁于这一面 我的孩子都藏在群众里面 他们不出来 我太太尤其 好 她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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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抛头路面 都藏在群众里面 我这次来 有个自私的原因 来我儿子小女儿带来 就是他要见识见识这个场面 知道 他们在家里找欺负我 这次给咱们看看 你家老爸是蛮吃的开的 就这一面 没有 您孩子已经知道这一点 不知道 小儿子来那个北京之间 在台北 记者问他说 对你爸爸到北京的这个 京城有什么期待 小孩说 我觉得我爸爸会 非常牛啊 什么的 叫拉风是吧 我家小女儿 在四岁的时候 就是共产党 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 我想跟你听 她说 找到我面前 眼泪汪汪的 她说 妈妈骂我 我不喜欢妈妈 爸爸我喜欢你 你抱我 这就是共产党 为什么呢 妈妈骂我叙述情况 我不喜欢妈妈 划清界限 爸爸我喜欢你 展开统战 你抱我提出要求 因为每次做一个 什么大事之前 跟家里面商量嘛 当然女儿儿子都很小 跟太太商量吗 不太商量 不商量 怎么能跟女人 商量事情的呢 那比如说像 你2000年参选 台湾领导人 这事就自个儿一想 我就去做了 是 我爸 不是我爸爸 我妈 也不是我妈 是我老婆 一看看报 怎么搞的竞选 看报才知道 就得了一票是吗 当然好多人怀疑是您自个儿 我得了一万多票 一万多票 可是有一个选区 我得了一票 我可以告诉你们 人生不可测 我住在阳明山 一个小书房里面 那是个很小的选区 我先打断一下 对不起 我们去年夏天到台湾 路过阳明山坐车 然后那司机 特别崇敬地指着一个楼 说大师李敖住在这 没错 没错 我在个小楼里面 有一个小房间 我的户口就在那 结果我们教堂 是个投票所 是个教堂 只是人很少 我去投票的时候 就投了宋楚瑜一票 结果开票的时候 突然李敖名字底下一票 所以人就说 李敖自个儿投自己一票 说李敖不要脸 自己投自己一票 我这卧火 心里就卧火 怎么回事 说不清楚了 怎么找这个小子 也找不着 后来有一次 我在台北福华大饭店 吃日本料理 我恨日本人 可是喜欢日本女人 跟日本菜 吃日本料理 结果那个厨子说 李先生 我在户口跟你一样 那天投了你一票 我心里在想 这个王八蛋 人家投你一票 连骂人家太过分了 然后我们听说 就看台湾报道 就说大家不都竞选吗 候选人站一排照相 每次您必须要站中间 什么陈水扁 什么都要靠边站 你得站中间 所以你们知道 鲁玉有跟你讲 我是一点亏都不吃的 那天选举是五个人 要说照相 我说照相可以 条件就我站中间 那个主办人说 为什么你要站中间 讲个理由 我说因为我抽签 第二或者是第三号 一共五个人 站中间 一二三四五 五四三二一 站中间 第二次我还要站中间 他说为什么 我说我年纪最大 我比连战还大一岁 所以好 站中间 第三次还要站中间 什么人有 原历 第一次第二次站中间 所以第三次还站中间 那四个小子不肯了 在后边 须须顾顾 不肯过来 尤其连战都不肯过来 最后还是陈水扁说 算了 让他站中间 算了 这四个人 他走过来 然后我还向右看 是不是两个 向左看 是不是两个 确定了 还肯照相 矫情的很 一点亏都不吃的 吃亏能混到现在吗 说实话 您倒是压根也没准备 自个能选上吧 这样给你们绞一下局 这点的心理准备 知道选不上 可是这次立法文 就不一样了 你看我选 照着我的招来选 不贴海报 不挂旗子 不放鞭炮 不拜托 不握手 你也没钱干这些事吧 有钱也不能这样花 还是没钱 但最后 就这样当选了 但当选了 人家说都得 有一些仪式 您都没按那些仪式来 是啊 他后对我还要 效忠 还要这个 这个宣誓 宣誓对着孙中山的 那个照片 他们叫做国父宣誓 225个人站起来 手这样撅起来 然后朝着孙中山 宣誓 我就弄个 我自己的大照片 然后我就挂在前边 我的摄影师 蓝耀忠帮我做的 就挂在那里 就是对自己宣誓 老子对我自己负责 他要签字 孙中山靠边认 当时还要签字 您不签不签 最后也得签吗 签字不签字 可是那个日期我改的 他写的什么 什么中华民国94年 我给他图杠掉 我写的是2005 改成2005 但您当时不觉得签这字 也挺滑稽的吗 也没有 你现在收钱 你的问题 钱还给你 当然写收据 写收据没关系 这个就是您当时捧的字 您的姿势很难拿 好像给自己念纪文一样 您旁边同事没有对您提出提议 不是 它越来越中午的摄影师 他帮我设计好的 下边是个三脚架固定的 上边伸出去跟个杆来 把那个后边那个墙里胶什么 反正它本来很大 就贴在一起 就一个板 那个板就硬的 我别人都看不到 看到就是自己 如果我自己会 如果是我自己干这样的事 我会乐的 您当时就没有笑吗 笑场子的 是 本来想笑 后来憋住了 本来我跟麦伟正研究的是说 不要弄照片 弄个镜子也很好 对不对 可是万一别人头 帮你看一下 那不就 那不就吃亏了吗 我想知道你选的照片是哪一张啊 看不清 好像就是穿那个西装 打这个紧带 那也中照的 都是找得很好的 非常好的 知道我们是院长王继言出现 那也中才被打倒 当时是说那个签字吗 大师一开始说这不签字 说哪有时候 我结婚的时候 你就要求我签个字 说我永远都不会背叛你 这个字你也不签 但最后为什么签了 这会是我们签字 不是啊 您说就参加当立法委 要签一个字嘛 签字就相当于就是宣誓 你觉得这是挺无聊的 我去签了啊 签了我那张纸 我没叫上去了 就就密就密下来了 藏起来了 他没有啊 可是您说签了字以后 就是因为他们能把那个薪水给您了 是不是 不是 可是没有错 他觉得你签了 人慌马乱啊 签好了 然后一张纸一团就带起来 没有了 就这样了 不 他们说就是您不签字 工资就不给您 没有错 不是不参加这个典礼就不给 哦 您为了要工资就参加典礼了 工资很高吗 那我们的工资啊 一年是三年 一共三年 2700万台币 天哪 2700万台币 跟港币 人民币的四倍 四倍 四倍 六百多万呢 就是人民币 600多万人民币 可是我自己拿不到 我一个月也只能达到 告诉你们多少钱 16万台币 换句话说是4万人民币 那也是高性阶层啊 其他都要分给别人的 既助理啊 人家给你这个 都要分给别人 还有文具费 买铅笔啊 什么这种 所以我找不一点 铅笔就买一只 其他的就拆走了 就这样 那您现在 不够话赔钱 那现在当立法委 他们都怕您吧 其他那些立法委员 他们怕我 他们每个人都有黑资料 在我手里 我天哪 我知道您有很多黑资料 听说关于枪击案 您也有一个 特别保密的资料 是别人要给CIA 交给您了 CIA交给我的 CIA交给您的 您能跟我们透露 那个资料写的枪击案 我们都特别好奇 最重要的一点 陈学扁整个的设计里面 都说他的肚皮挨两枪 是一个人 一把枪 开两枪 叫一人一枪两个弹 美国中央情报局 偷着塞给我的这个资料 是说两个人两把枪两个弹 所以陈学扁现在搞了半天 就把那个人的密下了 给那个人是陈学扁自己安排的 那这个结论跟那个李昌玉博士 有一个什么根本的不同吗 李昌玉是帮着美国人 他已经加入美国纪了 帮着美国人掩护这个事情 就是说这个真相 我们美国人知道了 李昌玉也可以查出来了 可是我们现在把他按住不动 跟你陈学扁谈判 你答应我们这样答应我们那样 最重要的就要花6108亿 就来买这个潜艇 潜水艇飞机的军购案 现在就是闹这个事情 我来北京最不放心的 就派那个案通过 我昨天陈文倩打电话来 说不得了了 马英九叫他手下的副主席 叫他关忠 组织一个小组 要要求通过 这个潜艇部分的军购案 所以请大家注意 请卢玉注意 我们现在联合起来 声讨 那个小脸蛋 马英九 他在放水啊 我告诉你 他眼看就要放水 所以不可不防 18岁生日的时候 我送他17朵玫瑰花 然后卡片上说 另外一朵就是你 哎呀 我们是这样玩的 你喜欢女花行都有特点 我看了一下 都是个子很高 身材非常好 当然长得很高 五个条件 哦五个条件 周高白秀佑 最后一个是1984年 那时候他17岁 我已经 五十六十八岁 李敖的传奇一生 总是与女人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据李敖在自传中的坦白 他爱过的女人 就有十数人之多 伴随他人生的各个时期 无论是与 罗的生死初恋 与王上情的庇护情思 亦或是与小雷的患难之交 还是与刘慧云的冰雪爱情 人们对于与李敖 有过情感的女人 显得倍加关注 其中最为人们侧目的是 与著名影星 胡音梦的一段短暂婚姻 也因此 李敖从一个文化名人 一跃成了娱乐明星 1979年9月15日 李敖与胡音梦 在好友肖孟能家第一次见面 而在此之前 李敖是中国文人中 最令胡宁梦崇拜的偶像 您的女朋友真的都是不得了 一个一个都特别特别漂亮 那丑八怪你们就看不着了 就被闭下来 有丑的吗 不可能 您就是喜欢漂亮的女孩吗 不是 希望如此 我听我们院长他们 有过一个特别精辟的言论 就是成熟男人怎么样 吸引女性 小女孩 第一个 先痛说革命家屎 将我怎么怎么砍 我在监狱里面怎么怎么样 您肯定使这个招 对不对 太落伍了 那招太落伍了 他们说屡市不爽 没有 我的女朋友 18岁生日的时候 我送她17朵玫瑰花 然后卡片上说 另外一朵就是你 哎呀 我们是这样玩的 我这个前妻胡宁梦 我们26年都不来往了 她50岁生日的时候 我买了50朵荷兰的玫瑰花 送给她 意思是说 我们还有某种程度的 交情 我 你 我 这间有50朵玫瑰花 看起来非常温馨 在骨子里面 就你二坏 就是提醒你 50岁了 太残酷了 太残酷了 不送49朵 送50朵 为什么会分开呢 跟政治原因有关 当时她要 嫁给我的时候 国民党反对 她是国民党 嫁给您 国民党反对 她是国民党的演员 国民党反对 怎么跟这个叛乱分子 勾奸大背呢 她不肯 还要写文章 赞美我 还要嫁给我 国民党就打击她 不许她 参加演电影 金马奖 不许她主持 一个电影明星 没有电影可以演 不到情绪吗 在家里就跟我吵架 我哪接受得了 女人跟我吵架 对不对 两人就干活了 后来就拆火了 但我看您的那个书 包括别的写一些 您的婚恋的书里面 也说是 您的那个态度 婚前婚后变化 是很大的 不扯 我一直对女人 很温柔的 真的 那有一个可能是传说 我向您求证一下 就这么写的 说是一结婚以后 李敖立刻坐在马桶上 说给我泡茶来 反正你已经嫁给我了 我敢吗 讲的话 照他我的话 我敢吗 我对女人向来是温柔体贴 就这样 哄着骗着 就这样 直到拆火为止 那当时就是因为 政治原因吗 政治原因是她情绪大坏 然后才发生冲突 就这样 然后您的岳母 可能也一直看您不太熟 我们那个丈夫娘太厉害 那个丈夫娘 那个丈夫娘 她是跟她先生 她是有父之父 胡青蒙爸爸是有父之父 两个人相恋 逃到台湾来 是这样来的 所以别人来台湾 都是怕共产党 这一队的肩服淫妇 是怕他们的 别有所怕 她可能不希望女儿 嫁给一个这样生活上 不是很稳定的 一会被抓起来 一会被抓起来这样的 她说她的想法是对的 她想法对的 两人在一起 可是那时候我迷人 胡云梦就被我迷住了 被嫁给我不可 后来也 你也被她迷住了 当时 当然 后来双方都噩梦初醒 性格上可能有不合的地方 这跟那有缺点 跟电影明星结婚犯个毛病 双方的老乡强老大 美光东一照来 老乡站在前面 放这个毛病 我也犯这个毛病 这不行的 像我太太现在好 你看 听北大奖言 你们看不着她 她不像连战老婆那样 泡头露面 坐在台上 你看 昨天你们看到没有 我太太不上台的 是您不让她上 美德 您不让她上 她不让她上台 她这个非常高贵 给人家的很大 您喜欢女孩 好像都有特点 我看了一下 都是个子很高 身材非常好 当然长得很漂亮 五个条件 五个条件 瘦高白秀幼 人话 瘦明白 高白秀就是美 秀气 幼呢 年纪要小 要比你小多少 你找个老太婆干嘛 需要比你小多少 你有标准吗 二十岁三十岁 如果你要知道的话 我最后一个女朋友 就讲的最后一个女朋友 最后一个女朋友 是1984年生 大家算一下 我数学不太好 我生在1935 他生在1984 现在流行这样 最后一个女朋友 我说最后一个女朋友 就是说 那时候他17岁 我已经 68岁了 现在大家都说说 那个李遥先生 跟现在这个太太 在一起之后啊 就再也没有 传出过绯闻 现在生活当中 她的家里面 应该不是老大 女儿 儿子都可以管她 不会赶上去 因为 你为什么不赶上去呢 是爱面子 胜于爱女人 你才不赶上去 对不对 那现在不会 我爱女人 胜于爱面子 不是怀香 没有香愁 不是浸香 没有情绪 不是怀香 没有衣锦 不是林黛玉 没有眼泪 有眼泪 我们也看不见 有眼泪 我摸一镜 女湖一梦分手之后 李遥很快有了新旅游 生活似乎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然而 对于这一段生活 李遥自己总结为 目中有色 心中无色 直到五年后的 1985年3月11日下午 在台北市仁爱路上 李遥看到一个厚车的女孩 正在看她坐牢时编发的 李遥千秋评论丛书第三集 再看那读杂志 十分投入的女孩 身高有一米七以上 修长而丰满 李遥看着看着 就情不自禁地走近了女孩 就这样 她和王小屯相识了 您的眼睛够好的 这就是我太爱 对啊 您的眼睛够好的 能够看到路边一个女孩 在看书 看的是什么书 你能够看得见 是啊 我也看不见 只是说知道她的看书就是了 那怎么过去搭讪 人家知道万一 我太太是穿个短裤 在等公共汽车 嘴巴里喝着一杯 一开罐的咖啡 我从她背后走过去 一看到这个女孩子 手高白袖右 都有 腿还漂亮 怎么办呢 就慌了 赶紧要去跟她认识 那是50岁以前吧 就在那个追 就在那个时候 就要追她 那没人介绍啊 那靠人介绍就来不及了 被汽车开走了 对不对 自个上去 你第一句话说什么 别人为什么不敢这样子呢 别人就说爱面子 外面女孩子给你碰了钉子 你觉得没面子 我不会 我会赶上去 因为 你为什么不敢上去呢 是爱面子 胜于爱女人 你才不敢上去 对不对 那现在不会 我爱女人胜于爱面子 大不了碰钉子 可是别人丢了面子 无所谓 不知道他是谁 您是李敖 您要是丢了面子 那不是大事了吗 当时别人看到的也不多 那当时您跟他说 第一句话是什么 你好 我是李敖 是 我是凤凰电视台记者 不是真的 你当时怎么跟他说的 这个怎么 看因而异的 不能乱讲的 不能乱讲 那跟太太怎么说的 这个秘密 现在不能讲 秘密 这个不能讲 但当时太太家人 肯定不同意跟您结婚吧 我们知道结婚以前 他才知道 但很晚才知道 我告诉你 我比我丈母娘年纪还大 还大两岁 那最后他们怎么能同意的呢 不能不同意了 已经 一切 我太太说不同意 她就做尼姑了 就这样 这么坚持 现在家里面四个人 您太太呀 孩子呀 几个人 就这 我儿子 女儿 太太 我 对四个人 您在家里面 要是按地位来排 您排第几 我排第四 第一是谁 第一应该是我儿子 我太太 我女儿 他们都排名 他们三个人要看斗法结果 谁排第一 我知道您是拿您女儿 一点办法都没有 是 她比较 漂亮 可是她好吃 有点胖 我跟我太太就商量好 说要管着她吃 走一天晚上 我听到电冰箱 蹦一响 我得开灯 她在那儿 开冰箱 偷吃东西 我也不敢骂她 上楼告诉她妈 她跟我就 翻了 你不是男子汉 你告密 男子汉和告密吗 你不是男子汉 第一点 第二点 你七十岁了 你是老头 老了 第三点 你墙上挂了个楼梯女人 你是色情狂 这哪在哪啊 就是这么点东西没吃到 就翻脸了 就是宣布三个罪状 所以我说我女儿 逻辑头脑 她多大呀才 她现在才十岁 比我小六十岁 她四岁就就是共产党 刚才不跟你讲的话 对啊对啊 厉害得不得了 那平常你们俩要是 争辩起来 您根本就不是对什么 也没有变 没有变 她要比如说 今天早上对我就很好了 笑容满面 衣服全穿好了 她说我们去吃早餐 好吗 就着急了 就会还好吃吗 小孩会胡搅蛮馋吧 您肯定馋不过她 这个时候 不馋不过她 所以我说 我都住海南岛 是这个意思 海南岛可以脱离她们 老了以后 假如我病的 老了躺在那 请她们来照顾我 我就不要这个现象出现 久病床前无效死 久病床前也无先期 你懂吧 大家再见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拼命苦干 希望能在凤凰电视 赚点节目费 大部分交出来 给我太太 兜里藏一点 然后就 海南岛去也 您兜里藏一点干嘛 住海南岛 海南岛在花钱 就自个儿去住 不带家人 不用当不带家人 在海南岛去 到海南岛去了以后 她真的知道自己身体多么不好 您刚才自个儿说70岁以后看到了好看女孩就走 让我特别好奇 掉头就走 掉头就走 很有决心的走 但现在还会有很多女孩追您吗 没有 不可能 没有 真的 没有 我们这种人这么聪明的人 怎么会自己骗自己的 不会 这次大师在北京期间又拍了几张照片 很多同事包括院长整天大炮对着您 几张特有一次照片我们来看几张 第一张好像是在人大会堂拍的 这个照片是没有声音的 但是话外音我可以给大家配一下照片背后的故事 当时大师来到这以后就问了一句话 说反分裂法是不是在这签的 他们说是 那我再来照张相 为什么 这个反分裂法定的好 定的好 这个法令里面看得很清楚 只要你不台读 我就不打你了 所以你当时是同意的 我觉得这是对台湾的好意 大家应该看得出来 好 这是第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在新鲜胡同小学 跟老师啊 跟同学啊 这是几年级学生看不出来 应该可能年级比较高的了 校长 这校长 校长那个穿灰衣服的校长 是校长 据说当时现场有 穿黄衣服的是我二姐 穿这边的这个有纽片的这个是我大姐 是 据说当时现场有记者也发现 跟我发现一样的问题 说好像大师当时眼眶里面有一点点泪水 没有 没有吗 盐药水 没有 一点心情没有那个起伏 没有 压住了 那还是有的 可是我不会不那样感情用事 压住了 压住是压住 但是还是看到这些小孩这些 就整个56年沧桑变化 还是有一些感触 所以我在觉得我跟他们讲话就好像跟过去的我讲话 那个时候我就这样就这么大了 还有一张照片是离开新鲜胡同小学时候的 在那个车里边拍外边 当时的心情是什么 当然心情就是再也不回来了 再也不回来了 话都别说那么绝嘛 never say never 今夜扁中来扁乳 燃血乳 此生从此各系都 真的就再不来了 很难了 不是 我觉得很难 可是您看您今年才70岁 然后身体挺好的 这没事老跑母校干什么 你告诉我 你要是来北京的话 没事路过溜达一趟也挺好的呀 那再说那点会来北京才算 这次你看在内地的行程挺紧的 北京啊上海什么 在好多地儿您都没有去呢 要再来的话您还想去哪 哈尔滨您得去吧 山东您得去吧 都没去都没去 那都要去的地方太多了 除了海南岛以外您还想去哪 哪都不想去 好多不可能 可能 真的 真的 您接下来计划就是回到台湾之后 会把这个行程 把台湾的家长都卖掉 台湾再见 北京再见 海南岛我来了 海南岛很大呀 您选择哪啊 海口三亚都很好 最南边也很好 南边最好了 我跟你讲 以前苏东坡被发配 被流放 被扁就在海南岛 可是他跟我不一样 他旁边有一太太 一太太跟着 我没一太太 您自个儿走着 记者跟着 记者好多记者跟着 您这次回到台湾之后 北京的行程啊 内地行程您会写下来吗 节目里面肯定会说 节目会说写写 我现在不太写字 因为我这个脊椎不太好 坐得太久啊 我一写文章就会 钻钻钻 感情这个很钻身 一两个小时坐下不动 我年轻时候写文章 半夜 从小写文章 后来要喝水的时候 这个嘴巴都张不开了 就闭着嘴写文章 就粘住了 我可以那么样专心 写文章 所以好文章是有道理的 嘴唇要避解 但您现在老说 没关系 文章还是一样能够写得好 不写文章了 现在不太写文章了 现在我 林黛台湾以前写的几个字 大家知道我还是 公寓还在 我说 不是怀香 没有香愁 不是浸香 没有情劝 不是怀香 没有衣锦 不是林黛玉 没有眼泪 有眼泪 我们也看不见 有眼泪 有摸镜 今天特别 今天非常谢谢李瑶大师 腰椎不好 还在这坐了两个多小时 非常感谢他 觉得听您讲故事 像看一本大书一样 里面喜怒哀乐 什么都有 特别有趣 大师今天下午行程 还很紧 要去看待小学同学 希望您接下来行程 一切能够顺利愉快 特别谢谢大师 谢谢您 谢谢林黛玉 谢谢大师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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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请各位观赏 魅力行动 向东方 丝绸之路四万里